哈囉大家好 我已經很久沒有推薦我最近看的書了 然後其實呢我最近入手了很多書 因為我覺得買書是一件很書壓的事情 所以我其實常常一直買一直買一直買書 先來介紹一下好了 我其實有個習慣就是寫一個筆記本這樣子 然後我後面貼滿了那個之前RV送的紅包袋這樣 我喜歡就是選一個自己喜歡的格式 然後在裡面寫一些東西 但是呢我其實不是每天寫 假設有這樣一個大格子好了 這個大格子我其實是寫我每個重要的花費 然後讓我自己很清楚知道說 我現在在我的實際住行上 比如說買鞋畫多少錢買包畫多少錢這樣 這個一個月份這裡 我不會做一個很大的一個記事 我也不會在這裡做什麼規劃 直接單純拿來記帳 這個這樣子 每週的這個 我喜歡這個每一週都很大格的地方 每週都很大的地方 我就會在每一天跟這裡空白頁 這裡空白的地方 我會寫下我這一週想要做的事情 比如說我要拍的影片 我要介紹的東西 我想要買的東西 我想要做的事情 就大概的寫在這裡 然後呢 再分配每天要去執行的 必用瑣碎的時間去做我想要做的事情這樣 畢竟我的身份有一半是媽媽嘛 所以時間是附著在生活跟工作上的 所以我就會把空前的時候呢 是從這個寫出來的事情裡面 拉出細細小小 可能有一個小時的空檔 半個小時的空檔 然後去做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比如說看書 買東西 逛APP 基本上我覺得從這樣子做之後呢 很多事情就會累積 然後就比較容易成功 然後推薦給大家這個方法 再來呢 我最近看的書呢 都是比較 算是 這算是勵志書嗎 自信的那一種 第一本是 蔡康永的情商課 因為這是你的人生啊 然後這是第二集 我覺得這很好看 然後可以當成余錄來看 然後無聊的時候翻 我呢就是把它放在包包裡 或是放在一個桌面上 然後小孩在旁邊玩的時候 我會隨便翻 比如說翻其中一頁 然後把這一段落看完 再翻其中一頁 把一個地方看完 然後通常這樣看書的效率會比 你從第一頁開始看到最後一頁快 當然這種方式就是僅限在這種 比較像是勵志啊 或是單元性的書籍 如果你看的是小說 那建議你還是不要破你自己的梗 不要太早踩雷 就從第一頁看到最後是比較好的 第二本書呢是 雖然苦 還是想活成令人羨慕的樣子 我覺得非常適合女生 它就是一些 有些小小的段落 然後講各種故事 然後像是如果你有在看 北京女子圖鑑 或是上海女子圖鑑 東京女子圖鑑 大概就是這樣子的書籍 我覺得是 每一個段落 每個小故事 都是激發你任何一些想法 你三觀都會重新刷新就對了 我覺得呢看這些書呢 有點像是讓你自己在裡面 找到方法去放鬆 所以很喜歡推薦大家看 類似這樣子的書籍 第三本呢是 當你又盲又美 和劇幻的幻視 那這本書我要特別介紹 因為這本書是我 重重復復就是 反覆翻了大概 三遍吧 第一遍就像我說的 每次打開一個 一個單元把這個單元看完 我可能就合上 因為我的時間都太零碎 對有時候再打開一個單元看看 然後又合上 有時候打開一個單元看看又合上 但是呢我每次看完了 我都會在上面畫下我喜歡的句子 就跟以前一樣 我喜歡哪一隻有顏色 或是鉛筆 把我喜歡的句子像這樣子畫起來 畫一些重點 那我接下來呢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些 我覺得很值得記下來一些小段落 既要強又要美 是一種明智的取捨 他就說女人既要強又要美 活得好累 但是我的理解恰恰相反 這是一種抓大放小的斷捨離 然後呢他這裏有寫一個 緊急的事情不多 只要做好又強又美就夠了 比如說身邊有很多女性啊 會為很多所事糾結 與不合適的男人糾結 或不合適的朋友糾結 那比如說去過度解讀別人的意識 或揣測別人的心理這些都是 跟相關不合的在即是浪費時間 他就說擔心別人說自己的壞話啊 或者是擔心一堆有的沒有 還是尚未發生的事情 都是一些浪費時間的 你只要管好一件事情 我今天只要變得漂亮 變得很強 這樣就夠了 然後他就說 長得美的人往往想得美 我覺得這是真的 因為呢 長得美的人呢 他的想法是很正面的 所以他就不會想一些亂七八糟的事情 想得美的人呢 就等於吸引力的法則 你會把好運吸過來 想得糟的人呢 就等於莫非定律 你越想越糟 那那件事情就發生了 然後你在你有限的生命裡 把所有糟的事情都想了一遍之後 你就過得很糟 所以你要在你有限的生命 把事情想得很好 那就會越來越好 生活的精緻是把房子住成家 這是我一直覺得 蠻需要去執行的一件事情 但是等於說 以前的我們租房子 都想說 哎算了 這房子是租的 我不用特別去整理它 所以我就會隨便買那種家具啊 都是很便宜 比如說去大陸發 買一些碎料的椅子啊 然後桌子這樣子 拼拼湊弄成一個家 有一些人他可以詮釋什麼 叫房子是租來的 但生活不是 他明明就租了一個 可能五千塊的套房 可是他可以把窗簾換掉 換成像我這樣 白色的透明紗 然後買一套自己喜歡的家具 買一個很漂亮的地毯 他把那個地方 從頭的就是改頭換面 然後讓自己住的 很像是雜誌裡面的地方 他不需要花大錢 他也不用花大錢去買房 但是他改變了那個地方的環境 所以近來的人會覺得 他穿得很精緻 他的家也是很精緻的 不是說 你要住很貴的地方叫精緻 只是你給人家的感覺是 你連你的生活都活得很精緻 再來是 不可以低估一個穿衣好看的女人 我覺得這句話也很有道理 他說 永遠不要小看任何一個穿衣好看的女人 因為他們從體態到膚色 從飲食到健身 都散發著自律和堅持的迷人香味 我覺得這句話很有意思 因為 他說啊 很多人都會說 女人本人會去做配角 因為你本人去做配角 所以你就會精通 就是衣服打扮啊什麼 但是這個作者覺得 他不可以同意這句話 因為其實是我們本人的想做公主 想做主角 所以我們才會去打扮 才會去精緻我們自己的生活 縱使不是為了別人羨慕 你也是為了讓自己好看 那他就說啦 職場上越有主角意識的女人呢 越是精通穿衣服跟打扮 仔細想想你們的主管 還有你看到的精英類的女強人 她們是不是衣著得體 不見得是名牌 但是穿起來讓你看得像名牌 她身上手上拿的包包 絕對不會是一個299的包包 不是說299不好 是你在這個身份跟地位的地段的時候 在你在這個程度上的時候 你必須把你自己 放在一個高度上去檢視 不是說哎 我要生活過得很節儉 我覺得在你該奮鬥的時候 你就不要不捨得對自己好 因為那個不適合你 而且你也會喪失了奮鬥的一個 關鍵的能力 所以把自己打扮很漂亮 然後變成一個讓人家羨慕的人 這中間其實是你需要 一你要懂得賺錢 二你要花很多時間去研究 去花一些心思的 雖然說有些人會覺得 女生花時間在穿衣打扮上 是一個很膚淺的事情 但是我個人認為 跟這個作者講了一個 一句話我也覺得是 不謀而合吧 他就說 有一些人呢 覺得會花時間在打扮上是 膚淺要浪費時間的 用於專研業務的時間 你就相對減少 就覺得你顯得很不專業 但其實我覺得是相反的 當有一些人可以得到一些業務案 其實跟他的那種外表 我覺得會有加20分 加30分 加50分的一些加成作用的 因為他給人家一種專業度的感覺 所以他說 有實力的女人呢 往往更會打扮 女人注重著妝呢 就是一種職業化的表現 穿衣好看的人呢 並不是買得多買得貴 可是他搭配的精緻 所以讓你覺得他 從頭到尾都散發著光芒 這裡面還有講到發脾氣這件事 我不知道有沒有 身邊有些女生 有時候跟一些女生 相處會覺得特別的累 因為他很容易就動動 為了小事生氣 或者是 你今天可能講話回家的時候 你就覺得完了完了 哪一句話可能會惹到他 然後他會不會 生氣兩公這樣子 然後過兩天 如果你遇到他 會不會很尷尬 他會不會跟每個人 就是講你的壞話 就是會有這種的 讓你很緊張對不對 女孩們呢 一定要好好說話 少發脾氣 如果真的有這件事情的話 我覺得 你如果是這樣子 你也得改 你要少發脾氣 因為發脾氣呢 就像發行限量的名牌包包 發行的越少 容易被惦記 如果你天天都在發行呢 只能是廉價的地攤貨 所以他就在講一個 愛發脾氣的女孩 大概就是這樣 他發一次你可能會記得 你發第二次第三次 你就會覺得 哎呦哎呦 我不想跟他交往 而且他發的脾氣 人家會覺得 無理取鬧 就是這樣 如果想解決問題呢 就應該要注重溝通方式 把話說到點子上 你大聲喊叫 只會讓你的說服力 就是大打折扣 我覺得這也是 講給那種 歇斯第一的女生 聽的吧 如果你是一個歇斯第一的人 或是你是遇到小事 就抓狂的阿公的人呢 我覺得這個你真的要記一記的 這個月呢 我要推薦給大家的三本書 就是這三本 蔡康永的 因為這是你的人生啊 情商客的第二本 這本我覺得很重要 把它拿來當成一個語錄來翻 我覺得也還蠻棒的 會讓你有一點沉澱的狀態 然後 三觀刷新 真的 那另外這兩本呢 我覺得是有點像是 改造你自己的一個狀態 它有點像是小說故事 像在看小說的方式 然後去看這本書 這本是 雖然苦還是想活成令人羨慕的樣子 可是你可以在故事裡面找到好像有一點點自己卑微的小影子 然後從中去抓一些優點 然後改造一下自己 那這本呢也是講了很多案例 但是它把每一個你會犯的錯 或是容易在生活上失控的狀態 或是你是一個很愛化妝愛漂亮的 可是你覺得有點 別人都會笑我 然後活得有點卑微的那種心理感 就是不是很有自信的人 你可以看看這本書 你會增加你自己的自信 然後你會覺得你這麼做並沒有錯 喜歡我的頻道嗎 要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因為呢 我常常會更新 最近還有新增女子的話題 女孩子的大小事 結婚的大小事 還有創業的大小事 都會在我的女子話題裡面隆重推出 每一集都有不一樣的專訪人物 希望大家會喜歡 掰掰